9月7日,国足将会迎来是预赛12强赛的第二个对手日本队,首战国足0比3惨败澳大利亚队,次战遇到了实力更加强大的日本队,压力很大,日本对手占领李一被阿曼队暴冷击败,这一轮自然是憋着急要击败国足,从日本队将士的赛前发生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这场比赛时的必得。 李一切的压力也是很大,他要力争在日本队身上拿分,避免连续吃到惨败。 这场比赛前,国足将士认真的被战,而日本队的球员们则显得有些轻松,根据日本足协官网的消息显示,在准备和国足的比赛之前,球保监英领衔七大国角与独哈当地的中小学生进行直播互动,一共13名学生,他们向这些日本队的国角们进行提问,提问的问题也是很有趣,而且互动的过程也很有喜感。 这些日本国角也频频被逗笑,其中这些学生问到了,什么是足球?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?还有很多和足球没有关系的问题。 不得不说,日本队的备战是相当轻松的,同样是首战输球,国足这些都是积极努力的备战,据悉,他们承担着巨大的压力。 因为首战的输球,让离铁的战术,临场指挥等等都被外界诟病,认为国足想要晋级几乎没有希望。 所以这几天,我们很少看到中国队球员们轻松的一面,更多的是,离铁带着球员们认真的训练,然后,找为是侯和吃中国等人单独沟通比赛了一些内容。 日本队是有资格轻松介意的队战,毕竟,他们的实力是要比国足高出很多的。 首战的输球,也被认为是意外爆料,对内高水平的流洋球员很多,所以,在实力差距面前,日本队显得非常轻松。 当然,因为有中前厂人员的变动,阿到了临时加入到球队,还是需要适应和磨合的。 日本队的行为有些轻视国足,而国足其实也有机会,首战的惨败与战术有直接的关系。 当一场惨败来临之后,国足的将士们很有可能吸取教训,在面对强敌的时候,知道该如何的去拼对手。 对攻很显然是不合适的,防守反击,尤其是面对日本队的时候,先把防守做好,尽可能保证不丢球。 这样,前场趁机发动反击,这样争取可以从日本队的身上拿到分数,才是最合适的。 两队的主帅都有巨大的压力,上一轮输球之后,也都被喊下课。 所以,这一场比赛,森宝尼和李铁的对决也是很大的看点。 这场比赛将会在今天晚上11点进行,球迷们可以重点关注。